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交了起诉意见 最终也没有调查那只手机 因为上次不彻底的警方调查 这一次 举报者将资料交给了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 这件事 请举报者代理律师方正贤 也将本次资料交给了警方 却被警方反问 要看哪里 看什么 让人觉得正的关系网非同小可 上次偷拍被告事件 很有可能与警方包庇有关 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和多个公权力存在勾结的内容 尤其是和警方 后续结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继续慢慢看吧 想要了解更多有料的中韩娱乐